当我们说到PRANAKAN 土生华人这个词 大多数人首先联想到的大概是巴巴与娘热 其实在马来半岛东海岸的登加楼 也有另外一群独特的PRANAKAN 登加楼这一群土生华人 虽然被外界误称为美丹阿旺 美娘与阿旺 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称呼呢 是TINGMALANG 意思就是穿SARONG的人 虽然生活的方式看起来跟我们所认知的 巴巴与娘热可能没有太大的分别 但是呢跟早期定居在马六甲的巴巴与娘热 不一样的地方是 登州土生华人的先辈 在17世纪出他们南下的时候呢 是被允许带着他们的家眷南来发展 所以他们大多数并没有跟马来人通婚 只是跟登州的马来文化交融 入乡随俗 产生了独树意志的文化 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是坚持自己独有的文化 我们跟着记者宋美珍 严伟俊 叶小慧的脚步 到登加楼去体验一下 TINGMALANG 她们如何过新年 飘散着浓浓的宗教气息 在马来半岛的东海岸 人口也马来穆斯林居多的登加楼 在这里除了有全长638公尺的壮观大桥 还有坐落在湖面上的水晶新珍寺 而在瓜灯市中心的唐人街 氛围就大不相同了 丰富多彩的牌匾矗立在瓜灯大街上 这里可说是华人的聚集地 而这里最特殊的群体 土生华人就分布在登加楼不同的地方 其中就包括登加楼唐人坡这里 手上拎着竹子 扫除眼下的灰神与灰气 再挂上红灯笼与修花球 那眼前这些身穿着传统笑容的大姐们 正准备要迎接农历新年 那每年都会聚在一起过年的 登州土生华人 过年还会自制当地的糕点 来当做年饼 好比说自制龟巴呼噜 阿贝咕窿 还有烤烤 而这些年饼的共同点都是够甜 以前的人他讲甜 就没有这样发霉 鸡蛋糕也是如果不甜的话 过了一两天它就发霉了 所以你看那个鸡蛋糕 它可以放在神座里面 从出一道食物 你看鸡蛋糕没有发霉了 可见得它多么甜 华人过节少不了就是祭拜祖先 登州土生华人也一样 只不过不在大门前 而是在屋旁 那对他们来说 大门有门神 因此只能在屋外旁边祭拜祖先 除了有鸡肉年糕 祭祖的桌上 还有登州特色的蟹肉糕 马来家洋人当机 那大姐告诉我们 这些拜祖先的必备菜色 每一样都有它的语意 米拜祖先祝祖先祝平安 到了初五 我们就把它插在缸里面 米缸里面 然后搅在一起 过后来煮 吉红条 雞红条 雞红条就是有鸭 有鸡 有猪肉 然后有四样菜 但是四样菜它打成双 就变成两碗 好像吉红条 它放鸡肉一碗 鸡蛋一碗 然后它有榨菜炒 还有肉丸煮汤 上香之后 大家还会把饭菜 连同金纸烧给祖先 趁着这个时候 热情的Cheng Malang 还给我们介绍 登州土生华人 与其他地方的爸爸娘人 有什么不同 我们这边是他们 我们叫做Branakang 所以有些他们 我们叫做Cheng Malang 叫附近话 创那个沙龙的人 我们的Branakang 整个程度不是讲 Lineage marriage不了 也是我们的Custom 我们的Custom 我们有一般马来人的文化 还有一般是我们华人的文化 好像我们讲在吉路那边 很多是会写家里 在家我们讲是 附近话参马来话 融入了马来人的习俗 因此在华人新年期间 东州土生华人家庭 也会开放门户 邀请亲朋妻友 还会特别准备 马来特色美食 来款待马来同胞 以及印度同胞 大写说 这就是登州人 相互尊重的方式 我们这边可以讲 几乎你去每一家拜年 就是他家家拿西米亚 然后去他家又拿西达干 这样子 外地就是你去人家家 人家煮卤鸭 烧鸭 烧猪 我们感染到马来人的传统 像星期五这样 他们默拜的时候一整天 所以我们不能可能叫醒世来 拼命在那边喊 打罗把鼓这样子 不受欢迎 也是我们不尊敬他们 直到晚上 大姐们会把早上 拜祖先的饭菜 烧成年夜饭 每一位都可以说是 实审的大哥大姐 还懂得哪样菜色 应该要配哪一种讲料 在吃这方面 可说是非常讲究 在吃饭面 好像我们吃在家 我们吃Budu Blaja 跟那个Ulam全部 所以我们用手吃 我们在家吃饭 我们没有用盐做 我们用都是吃饭型 都是残型的做 只要我们没有在push 可能我们文化一天会不尽 因为我们的community太小了 就跟他 在这群登家楼土生华人的身上 处处也散发着祖辈 寄来而定 随遇而安的智慧 也庆幸若干年后的今天 这些华人习俗 与登州本土文化相互交融 所撞出的新火花 还能岁岁年年 和谐的绽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